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一起来关心反读议题 特别的谢谢参加县政府王县长 还有我们中国反读教育经会 我们王副董事长 那么因为大家共同的一个齐心协力 那么在这里透过特展的方式 用科技的方式采取体验互动 就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青年学生 包含我们的家长能够有机会来试读 那之后呢也能够提高警觉 随时要来反读跟剧毒 让自己能够健康幸福 毒品危害已经有向下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特别谢谢中国信托反读基金会 还有教育部跟这个 新政府一起来办这个特展 那我们也会这个 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孩子们 跟家长们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透过这一些科技的一个这个融入 让他们能够去体验能够了解到毒品的一个危害的状况 进而能够呢把这个剧毒 然后来这个反读这样的 这套展剧是我们中国信托反读教育基金会 推出来的第四套展剧 那我们也希望彰化地区的老师带着学生 父母带着孩子在有空的时候过来观展一下 相信对我们反读教育会有相当的帮助 反读教育特展透过科技的互动 还有情境体验实境解谜游戏 揭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也让大家更认识毒品成瘾 杜绝毒品的危害 希望透过展览让反读教育向下扎根 提升全民试毒剧毒防毒意识 让下一代免受毒品危害 在无毒环境下健康幸福成长 公益频道黄师亭元林采访报道